南投市张南路三段以及成功三路支县 遇到大雨就淹水 民众不堪其扰 县长林明珍在县府同仁陪同下 前往会堪 将动用经费来进行改善 另外福山里产业道路 则是路面没有铺设 遇到大雨就泥泞难行 将一并进行改善 维护民众的通行安全 近日大雨不断 位在张南路三段398巷 既有排水沟断面小 雨水宣泄不及 亦造成路面积水 县府将改善既有的39公尺排水沟 并在省道台山线上 增设14公尺长的过路寒馆 而成功路支县自强路三巷 既有排水沟与临近住户有高低落差 住户地基较低 水沟水位满载时亦造成住户沿水 县府将增设矮墙保障周边住户安全 而福山里八卦路七九二巷支县农路 目前是土壤道路 一旁种植在地经济作物凤梨 由于农作运输不易 县府将铺设水泥混凝土路面 并施坐高1.2公尺的户坡 以利农作运输 县长李明珍表示 近年气候改变 早期排水沟无法及时排水 亦造成淹水情形 县府将逐一改善县内的排水系统 这次的市区排水工程 由县府与公所分摊经费 并由公所负责执行 相信工程完工之后 淹水的情形将有所改善 记者张东仁 南投市采访报导